每一代爆料汪小菲婚内出轨多名女性 大概40代忍不了才跟她离婚的 5月初才在脸书爆料人民币200万的车 只要饮习惯费什么都卖给你 更可怕的是这竟然是用一个无辜小生命换来的 而这次她被汪小菲的好妈妈激动 再度投下震撼蛋 照片里连MTT的一男一女 更是还没离婚时的汪小菲与张颖 更令人震惊的是 汪小菲的出轨对象似乎不只一位 这张照片的时间点大概在去年的9月多 那那段时间正好是 王小菲跟大爱斯正在拍临婚 今天丢出这两张照片 最主要是我觉得 有很多人有些事情被埋在谷底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女孩子 有些是在KT里面拍的 那有些是在王小菲的住宅里面拍摄的 一个住宅里面的画面 就是当时她跟大爱斯的新婚房 只是女住宅不是大爱斯 是其他女孩子 那包含这位张颖颖 她可能婚内出轨不止一位 那到底有几位啊 有照片的我大概看了 就大概有五位左右了吧 那没有照片的爆料 有知情人士直接告诉我说 大概就十来多位 手上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吗 不少有一道病名的证据 证明照 那个照片你看起来就是 并非好朋友 如果一般朋友人做的话会被告的 比较接近性的东西 重点是身边都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您的意思是有可能多逼吗 这件事情就没有给大家去想象 那她如果认为说 就是前昨天放过来两道片 刚好王小贝都在背面 那如果她想看这面罩的话 她只要这样 我在24小时内绝对奉上 那是不是大爱斯就 因为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才会碰下决定离婚 我觉得大爱斯直到不知道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是我相信女人的体重感 她在诉说自己 在跟周刊讲说 他们离婚的那天早上 下午大爱斯进来做了婚姻说 她想王小贝去找第二寸 那这件事其实就很明白了嘛 我相信呢 她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但是她也不想要对好录作 因为这是毕竟她的身价 对她来讲根本没有加分